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理由不急啊? 很多人的偶像 我一百年多就终于见到他们 我跟你说不急 真是,还应付见女神 不单止我,我身边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 太脆了,很硬 这个是哪位啊? 这个 在哪里做 这个人妖做什么? 现在站在这里做的 你是哪位啊? 是怎么做的? 你宁愿朋友送一架车给你 还是送一堆? 你敢住口,我怕你的口水会噴到 当然是筷子啊! 实际上某天发现你去到某个岁数 实际上你就会说这么快这么快这么老 青春多好,容颜HIFI变老 原来明早一早 起床再好,天天变高 你不再是弟弟 一切会变,变到点心态会变 无小点哭了两片哭了发现 跟你过去说句再见 什么时候开始 喂喂喂喂 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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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了很久啊 又不是等几天而已 但是我站在你旁边看你等很久啊 不是什么导演的要求啊 不是啊,我一直在那边,你又不过来等你几天 但是你演戏挺好看的啊 还好啦,还没得到奖 我现在只想看你的演技 那就一边一起吃一边演吧,好吗? 喂喂喂 但是我出名是吃便宜的,不好意思 你不介意的吗? 不要介意的,我出名不给钱而已 你不介意的吗? 你也做过主持 你也做过主持 没办法啊,他们合作了多少年啊 是不是啊,没有办法啊 我来到星法院局 我当然希望星哥多说话 还听我说话吗 我都希望看着他 多说话 不介意的,不就走啦 不介意的,好吃点 可以吗? 不介意,不介意的 心中富有的那种好吃 走 心中富有的那种好吃 抽象 你如何操作? 你真的有大钱吗? 提到为何要带农夫来吃呢 因为真的手道风 他们在广东 很少吃到 关于香港的菜式 我们希望带他们去吃自己的食物 因为我都可以乘机 吃点我很少吃的东西 对我来说,好吗? 吃材要好吗? 每个人都要新鲜, 价格也不太便宜 我们平时的主菜就是这些 看来我的待遇很少 我们很少收在桌布底 电池炉都是在上面 我觉得和香港的花枪鸡汤火锅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从来没有试过放白切鸡 它是用生鸡的 很有特色 经理你帮我们做的 这个叫什么? 金汤 我们用沉连火腿, 沙鱼骨, 猪大骨 有点浓 我很喜欢 是吗? 我喜欢 淡淡玫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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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是这家 我们吃火锅 没有太重视 你一定要喝这个汤 你喜欢就喝 是的 因为有些人很急 汤底一来一来就牛肉 先烤那些 我就是那些人 你喝不切就喝不切 喜欢回甘这个状态 喜欢 这个汤其实很好喝 好喝 我可以想像如果整餐菜是吃这个 都没所谓 都可以的 这段时间在广东 有没有吃了什么印象都比较深刻的菜 粤菜 主要是 有朋友问过我们有没有不习惯 有没有什么 其实很容易习惯 为什么不习惯 因为我们最喜欢吃的 都是粤菜 这间粤菜 粤菜 这间服务很足够 星哥 谢谢你 你都吃遍天下 又不是广东 我香港还未去那边吃 下次有机会 到时候叫我来请你吃 当然要 到时候就不要打银包 不是 我来请你去 我请你付钱 我请你去 我请你付钱 经常打火锅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家 因为首先不用煮 煮几个朋友的饭 又很难 还有很多我们平时 可能上班 很多朋友 都是常常叫外卖的 吃很多外卖 如果有朋友来 不如不要吃外卖 打下边炉 又可以喝两杯 而且最重要是 是一个活动 可以坐久一点 很清楚 我可以帮你那边 买虾 你看多好 我原本就想说 喂 这么好的 真的很好 我们的服务是这样的 我不是觉得你们 你本人 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拍摄 所以这样 我们的服务 那真的很好 我老公也没有吃虾 因为你老公没有给你钱 除非你老公来光顾 对 怎么样 好吃 很大牙 很新鲜 曾经理很棒 曾经理都经常吃过 你不怕我 曾经理你 为什么要先吃海鲜 再吃肉 因为有点鲜 不要破坏汤的味道 对 哇 很美味 很薄 很薄 确实是食材很好 很美味 好 那我再吃完 那我再吃完 麻烦陈经理 都没办法 工作人员都知道 不是 你没有鲍鱼 对 我们两个一人一只鲍鱼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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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留给你 对 这么好人 我吃不惯这些东西 你吃不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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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贵 我吃饭 不是 原来你们喜欢吃那些东西 是鲍鱼 怪不知 各位 真的辛苦 十三年前 很久 很久了 这首歌 那时候的创作 想起现在的意境 其实都依然是受用的 其实那个歌词 不是 我最识用 原本因为我们叫奴夫 嗯 那奴夫 怎样种米 那就是粒粒 粒粒辛苦 背脊潮天 其实是想了歌名 是 跟着才说粒粒辛苦 到底讲什么 难道真的讲食 不如 其实不是讲人生 但是当时 确实是 比 譬如某些 可能我们当时唱片公司 或者有一些 电台 电台的DJ朋友 他们都会有一个评价 你们是不应该写这些歌 农夫是不应该唱这些歌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这些歌 很开心的 很轻松的 很纷纷的 娱乐的 你不应该做这些歌 人家怎么会听 怎会喜欢 结果一出来 就是喜欢 就是 就是 首先 学会一件事 不要听别人说这么多 真的做你想做 是的 有 他们说你怎么怎么怎么 就不一定的 尤其当时我是两个小孩 他觉得 你讲人生的辛苦 有没有资格 是的 有什么资格 那少年也有仇 少年那些仇志味 OK 当然 11月1日 将会在广州开演唱会 在这里 品诚记会祝他们演唱会 尊重来来 也希望他们多来广东 也希望他们的工作 以后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我想这个也是 喜欢他的朋友 所希望的 好 这里是品诚记 不同的平台 如何关注 希望有不同的明星 来到广州 上来我们品诚记的升班局 你们尽量多谈点 我不出声 没有问题 拜拜